有一些車友有反應變速箱 在低速的時候 15公里內滑行的時候 會有一個 類似嗡嗡嗡的那種金屬噪音 RICH VIEW 打造舒適的行車體驗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老司推車 來啦又來啦 新車殺手又來啦 大家都已經知道我們買了這台 2023年Nissan的X-TRAIL 油電旗艦版 我們買的這個等級是122.9 它有幾個等級 104.9、115.9、122.9 還有日本進口版本151.9 這個國產的三個版本都加10萬 可以沒有吊衣竿嘛 對吧 對就變客車 這是有給你選擇嗎 但是呢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覺得我們買的有沒有吊衣竿 我們是買的這個是什麼 客貨兩用車的 好不好因為是為了回來開箱 我們好像很少拍Nissan對不對 啊有啦 那個Kicks嘛 Kicks剛拍完嘛 對因為有一陣子沒有拍Nissan的車子了 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拍 是因為它沒有好東西來吧 也沒什麼新車 沒有什麼新東西對不對 剛好逮到這次機會 大改款 連引擎都改了 夠大了吧 終於來了一個 這個比較不一樣的 不是再是那個2500的那個東西了 這次來的是1.5T三缸的渦輪增壓油電款 最大馬力204P 最大扭力30.6公斤 這個帳面聽起來比跟它Level差不多的這個 國產的休旅車裡面 應該它的馬力現在帳面數據看起來是最厲害的 然後這個是前輪驅動 那只有這個151.9的ePower旗艦版呢 它是四輪驅動的 也就是說我們買到最頂級的e2.9 它也是2WD 那前面有一個幫忙發電機發電的一個馬達 還有一個離電池 後面有一個小的離電池 來幫助這個引擎的性能跟節油 大燈在這裡 我記得它這個進口的啊 有主動光型變化 那國產的只有遠近燈自動切換 差別在這邊 方向燈的跟日行燈的排列造型啊 跟ePower也會有所不同 上次我們不是隔壁再交測試 是ePower嘛 嗯 好ePower鍍鉻比較少一點 上次講了 它現在新型的這個VMotion 我覺得做的比之前來的要好看一些啦 再加上這邊又有一條 好前面是我們的這個雷達 亮面黑的一個水箱護罩 那底下的霧燈框也是鍍鉻的 那我們有加一個大包框 對著烤漆的一個下巴 車頭看起來是蠻霸氣的喔 它使用的鋁圈是23560-18 搭配這個馬吉斯的輪胎皮 雙色切削的鋁圈喔 中規中矩18吋樹枝狀 那我們可以看到側面呢 它有一個這個防刮材質 一樣在輪幅的地方 但比例我覺得不大 因為它這次的那個車頭啊 做的比較碰壁一點 胖胖的 顯得這個防刮材質的比例呢 就少了一點點 側面的防刮材質 也沒有做的範圍很大喔 也只有在下邊的這個 固定門檻的地方喔 做了一個防刮材質 而且搭配了一個鍍鉻的造型 後照鏡上面呢 方向燈跟下面的一個鏡頭 A柱的地方 做了一種類似漂浮的設計喔 車頂行李架 銀色的烤漆的 那是沒有天窗的 e-power的版本才有全景天窗 水切窗框的上緣 有銀色的鍍鉻四條延伸到後車廂 然後這次他用了很大量的鋁合金 包括車頭的三個板件 前面的引擎蓋 兩個葉子板跟前後門 他都是用鋁合金的 減輕重量 增加強度 那屁股的元素 我覺得就跟他的那個Kix有點像 我覺得有點像Kix的放大板 然後他這次離上 我有發現喔 他包括車內也是 他這個標都變成這個白底的 後保管的部分呢 欸這蠻特別的耶 水泥色的耶 霧面的水泥色 霧面的灰色 那一樣我們家的這個尿布 後下老流 應該也沒老到什麼流吧 應該造型而已吧 對啊造型而已 OK 然後他這個 一樣USB的插孔下面 有這個電動後尾門 來後車廂 上次有平放過了嘛 他這個應該是可以平放的 這個是送的 他有送一個托握盤 那這邊他有格子 一格再格 我把他抽出來給大家看好了 上次看過 上次沒有看那麼清楚 我們這次讓大家 喔 欸這夠隔音免耶 欸一格再格 再防水 電 這邊都沒聲音了吧 再有聲音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了 已經隔三層了 BOSS 好這邊一樣是這個不太計 啊這什麼 打七七 打七七 馬牌的耶 喔啊底下呢 還是一樣再墊了一層 隔音電 欸這真的蠻多層 我不是開了一桶油嗎 真的蠻安靜的 我現在看到他這樣一層一層 我覺得 我才會覺得不安靜都難 電尾門 而且他這邊有個鎖的喔 現在蠻多車都有了 就是按完就要關完門 就自動鎖起來 他的盲點是他後照鏡上喔 是三角形的 葉子板這邊 一樣有隔板喔 現在其實大部分的車 好像都會做了耶 還不錯 然後這個門的下緣呢 防刮材質喔 也有往內包 往內包的意義是說 你門關起來以後啊 你就比較看不到那個水 水痕留下來的痕跡 你如果沒有包這個東西 你會看到這邊的水痕 這個是有氣氛燈 就這條 深咖啡色的軟塑膠 然後這邊有一塊皮 把手也是皮的 下面就是硬的塑膠 然後他的窗戶的中控開關 是做黑色拉法絲紋的 兩組記憶電動椅 那腰靠只有前後沒有上下可以選 趴向電動座椅 無線充電盤 在中間 平板發動盤 握感偏繫 有換檔快波的按鈕 來把它發動一下 我開多少啦 這次應該被我開不少了 600 那中控台的部分啊 也是做這個深咖啡色的 軟質的塑膠 對 剛剛沒有講啊 加15000可以有雙色烤機 我們沒有加 對啊 屋頂黑色烤機啊 儀表12.3吋 然後這個叫做抬頭顯示器也蠻大的 是10.8吋 中央的這個控制螢幕 也是12.3吋 天篷是米色的天篷 不過這次天篷的厚度啊 比較厚啦 那這次隔音應該是有用心在做 Kiss的天篷就是用比較薄的紙板 那當然價位可能不一樣吧 時代也不一樣喔 內裝的燈都是乳酥燈泡 然後開箱也進一盒 唉唷 唉唷 唉唷啦 就比較紮實 不好意思太久沒有開箱你上來 所以比較仔細一點 要比較一下人家我們進一步 不能亂講啊對不對 不過這個燈殼的形狀我還是講一下好了 還是可以稍微再進化一下 這個可能就跟之前比較 材質是比較相似的 它的燈好像都習慣用這種材質 你看如果像這一種的燈殼啦 感覺就會比較有年代改 我之前講廁所燈嘛 雖然是小地方啊 那我覺得可能改一下 甚至光源是LED的也會比較 感覺比較質感一點點 這個 先看倒車影像 我們上次交車回來的時候就有看了喔 對啊 有啊有進步了啦 倒車影像真的比之前新竹蠻多的 然後它這裡好像也有攝影機可以調 對不對 阿呆 有玩過嗎 右邊有個CAMERA 按下去 這樣就好了 就可以看到你的右後輪 然後有配備環景 它的Apple Card Play的話是 Apple的手機是可以無線的 但安卓系統要連線 要用線 對要用有線 對要用有線的 好所以就在它的這個充電 無線充電盤 上方有一個Type-C 跟一個USB-A 可以用來充電手機跟連接系統 那前面有這個FORCE的系統 我上次交車的時候有問啦 我是不是在問他說可不可以調音場對不對 那事實證明是應該是沒有調音場的嗎 它只有調聲音的配置 就還有那個高低音 它就沒有音場的選擇 因為如果對於我們比較有在聽音樂的 我們會去拉那個等化器阿 或是它的空間音效等等 雙區恆溫的空調 那這邊的這個中控台呢 有一點點的木質的紋路在上面 手套箱就顯得比較矮一點點 所以你看人坐在這邊手套箱 所以可能要很退 要不然手套箱可能會卡到腳 不過手套箱還好有阻尼感 不是說一放啪 現在應該沒人這樣做了 對啊現在應該沒有 好 那我這次也蠻喜歡它這個 排檔頭的 是有點像飛機一樣 可是我有發現它其實N檔比較不好打 我現在P檔對不對 比如說我把它打到D對不對 我現在排N檔 你要按它輕輕推 有段位的感受 但是沒有那麼清晰 所以有時候會 一打就到 一打會打過頭 對會滑過頭 所以這個可能要熟悉一下 不過打起來是好打的啦 只是說它裡面的那個 擋對擋的那個 感覺就沒有那麼明確 所以你剛 像我剛上手你看 我一直要打N檔打不進去 跳到R了你看 跳到R了你看 你不能打太快 你要慢慢的退一下 輕輕的 對所以我剛開始的時候會這樣 打太多 然後我現在要回來N 要這樣慢一點 我們開車太急躁了 所以我一開始要 有時候要排到N檔排不到 在那邊排半天 這個要習慣一下 然後這個排檔座的周圍呢 也都是做這種黑色髮絲紋 然後它側邊的安座 兩側也有做皮革的包覆 在底下有一個置物的空間 這邊有一個D mode 在調整你的Standard Sport跟Echo模式 Auto Hold跟手煞車的按鈕 坐在這邊 這次椅子的紋路蠻特別的 是在之前在其他車 比較沒有看過的一個紋路 然後後座也有出風口 一個Type-C 一個Type-A 它可以前後滑移 10公分 這是10公分 屁啦 這超過啊 你看這邊 你看這邊 這怎麼看都超過10公分吧 好啦 反正就可以退了 反正也是退到最後嘛 好不好 坐一下位置 車給我坐起來都變小了 上次阿呆說椅面短對不對 的確比較短 你看 因為我腳比較長 支撐性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椅面稍微短 為什麼你會注意椅面長短 我很少會注意椅面長短的問題 可能有點明顯 是喔 這很重要就對了 因為我覺得無論椅面長短 我其實 我一定都不夠我的腳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 我覺得跟它的座椅設計的 傾斜度有關係 因為比如說就算它椅面長 我腳也放不到 我腳也放不到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它現在這台車 就算它椅面再長出來 好長到這裡來 我還是 這裡還是空的啊 是不是應該說 除了我們看椅面長短之外 還要看它做的那個 角度啊 高度的問題 應該也蠻重要的 所以你看像我做這個車 我這邊空的話 我就變成我要 對阿 我要做懶散一點 好沒有垂下來 但是 直接是顯示在背面的 沒有再做一層這個擋板 你要背叫 還蠻穩的 好 基本上我覺得皮質上面還OK 可惜了 因為它的本來 Nissan做沙發就是蠻舒服的 不是做沙發 我們都把人家講成沙發台 他們做沙發本來就有一定的水準 支撐性啊 柔軟度我覺得還不錯 但可能這個差別就是這個椅面稍微短一點 我跟你講 這個我有用到 離開的時候 他會自己自動上鎖 他就是你接近的時候 他就會解鎖 離開的時候他就會上鎖 這蠻有用的 我常常回家 大包小包的時候 鑰匙放在口袋 又不甩他就走了 可是我會有一點沒有安全感 應該還是會按這個一下 對我再怎麼樣 都還會再按兩下再確認一下 我是這樣的個性 所以就要看每個人個性不一樣了 學著信任他 我是每次都會按一下 來看一下 引擎好小顆喔 這麼可愛 這麼大一台車 然後打開 這樣子 它這個是進氣的 整個面都進氣的 所以它這個尼桑的字樣是整個 這是一個進氣的盒子的樣子 然後 那不是飾板 對那不是飾板 這個才是飾板 連飾板都那麼可愛 好可愛喔 哇這引擎好小顆喔 東西越做越小 然後它這個旁邊應該是有一個 你看它旁邊 這支引擎腳有夠粗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底座 做得蠻粗的耶 它這前面應該是有一個電動馬達 電動馬達是提供這個發電機 它利用這個12伏特的電壓 幫助你在起步的時候 比較有力 然後比較省油 好可愛 你看它這邊還做一個擋板 有沒有它這塊板子 就為了擋這個東西 風切聲跟那個隔音吧 我再猜 或隔水 不過它這次的結構做得蠻粗壯的 你看它這個 鍵尾的地方 這根有沒有 這個鍵尾就是做得蠻粗的 然後包含啊 延伸到這邊這整個都是粗的 整根棒子這樣做出來 有沒有看到 的確應該是像它講的 這次的安全防護 不過它好像是EURO NBAC 也是五顆星啊 只是說 國外的五顆星跟 國內的五顆星會是一樣嗎 應該不一樣 等國內是吧 我想要看一下它後面的 保桿下方 有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看這個嗎 我覺得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時候這個車子安不安全 我們看有跟沒有就好了 因為會相對被剝奪感 比如說如果國外有 來台灣沒有 對不對 那我們就覺得吃虧了嘛 但是其實 我還是要再強調說 有或沒有並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代表這個車是安全或不安全 因為一台車的製造過程 這麼大的車廠 動輒都百年車廠 車子的碰撞 有時候跟它的潰縮區 跟整體結構 融型結構 底盤的設計 都有相對的關係 材料力學嘛 我們稍微想一下 每個東西密度不一樣 帶那麼大隻 結果裡面都泡芙人 也不壯啊 對不對 有的瘦瘦小小的 裡面密度 肌肉密度高 就比較壯啊 對不對 所以材料力學 牽涉到的原因蠻多的 我是認為我沒有那個能力 去辨別那個材質啦 那我只能去說 看人家防撞的測試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相對被剝奪感 就這樣 好不好 好啦出發 欸看到這隻熟悉的鯊魚 就知道我們ServeShop VPN 又要來新年大放鬆啊 ServeShop VPN是一個虛擬的私人網路 它能夠加密你的網路連接 讓你可以匿名上網 加密數據 避免網路追蹤 讓你在網路的世界中 保持安全 自由 又私密 因為ServeShop VPN 有無縫輪轉IP位置的功能 透過這個力氣呢 你可以在不同的虛擬位置之間切換 而且ServeShop使用 AES256-GCM的加密技術 來保護你的個人資料 所以它能夠保護你的線上身份 讓瀏覽活動更加的安全 免受追蹤 另外因為ServeShop一個帳號 可以在無線的裝置上使用 所以不管是出國遊玩 或者是出差工作 任何有需要連上公共網路的時候 就不要擔心自己跟你同行的旅伴 或是伴侶呢 各自或者是你們私密的資料夾被盜 喂 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咧 哈哈哈哈 這誰寫的 蛤 為什麼出國會有私密的伴侶 還旅伴 別的不說出門在外 信用卡各自如果被盜了 是真的會覺得很煩 心情很差 所以ServeShopBPM真的很可以啊 還有ServeShop還有另外一個 非常實用的功能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ServeShop Search 它可以讓你實現無痕搜尋的搜尋引擎 還可以防止跟蹤跟目標式的廣告 而且不會在搜尋當中留下任何的數位足跡 避免任何擾人的廣告 讓你在上網的時候 不會再有被監看監聽的一個感覺 現在就點擊我們小獅汽車的專屬連結 或者是你在付費的時候 輸入我們的優惠代碼 SSCAR 就可以得到限時ServeShop的 農曆新年大禮拜 新年大禮拜還不快快處理下去啦 小獅汽車跟ServeShop VPN 在這邊公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型大禮18大財喔 剛好隔壁在割東西有沒有 嗯 兩次隔音啊 有沒有 有沒有 最有感的就是這個 欸有一個我覺得蠻屌的 我很喜歡它 雖然我知道它前一代就有了 你把你的雨刷往下撥有沒有 它裡面會顯示雨刷模式是什麼 這個其實舊的就有了 但我很喜歡這個 還有第二個 現在不是有這個怠速熄火功能 那你開啟狀況之下 是不是你挺紅燈它就會熄火 但是我有測試到一個蠻屌的 就是當你室內空調溫度還沒有到達 比如說現在很熱啊 對不對我剛發動 然後我調室內我希望它20度 然後出去挺紅燈它不會熄火 它會顯現出空調優先 因為你冷房效果還沒達到 所以我不熄火 我先讓你吹冷氣 這一切它有顯示在資訊窗告訴你 說因為你現在還要吹冷氣 所以我不慢熄火 沒有我是講比較白話 它不是這樣講的 反正意思就是空調優先 如果空調還沒有到溫度 它是不會隨便慢熄火 一桶油的感想 首先呢 蠻難得也蠻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這一桶油裡面啊 我沒有一次讓我想要開Sport模式 我試過蠻多台新車的 有時候在新車的時候 我開幾天我受不了 我就一上車我就要把Sport模式開下去 那是因為我覺得反應太慢 然後這個加速不好 我之前試過那幾台車其實有蠻大部分 我一上車我開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不行 我一定要把Sport模式打開 不然我覺得開得很痛苦 就是它的加速啊 超車啊 起步啊 都讓我覺得有點呆呆笨笨的 所以呢 這個一桶油裡面 我從來沒有把運動模式開啟過 也順便呢 我們測試它在normal standard的這個模式 它一公升可以跑幾公里 它表定是16公里對不對 我實測我自己開大概一桶油是13公里 平面高速跟市區道路混合 我的使用狀態下 所以意外的蠻省油的 因為我們開起來 我覺得是一台體積蠻大的車子 但是它的省油程度有讓我稍微有一點點的 覺得這小子還蠻省油的 之所以我沒有讓我開這個運動模式啊 是不是因為它這個12伏特電動馬達的關係 它在起步的時候呢會帶給你一個助力 起步其實非常的反應非常的快 點一下它就衝出去了 還有之前這個 我們讓我們盛蕭城上的跳彈事件 這次它的編移終於 你上聽到我們的聲音 它把那個很大聲的震動系統拿掉了 它改成比較沉比較低頻 然後旁邊的人聽不到 其實剛剛方向盤有震動 你有聽到嗎 沒有 沒有對不對 之前是很高頻的 對不對 那這次它改成很低層 然後很細緻 然後是用點放的方式 以前我們在打65K2護槍 點放 它是用 震震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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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放 不是 一直去 而且它這一次的這個隔音啊 雖然它一直強調 我看它一直強調什麼 前面三片玻璃是雙層嘛 一直強調對不對 介紹的時候強調 交測的時候也強調 那的確 雙層玻璃我講 的確是一個好東西喔 那我覺得它在這個隔音上面 的確是一定有幫助 但是很容易發生一件事情啊 你其他地方如果隔音不好的話 你只有這上面玻璃隔音好 那其他地方也會跑出來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這一桶有開起來啊 它連天蓬 我之前不是唱那個下雨的聲音嗎 我聽見下雨的聲音 的確喔 它的那個抑制噪音的效果啊 有比較穩健一點 當然不可能完全沒聲音啊 水滴滴到你的天花板的時候 不是很空洞 或是鐵板 像鐵皮屋的那種聲音 是聽不到的 原本以為如果上面的聲音 噪音抑制的好 底盤的聲音反應應該會 蠻大的 可是 底盤也蠻安靜的 欸 你知道我為什麼突然想買這個車嗎 我是看那個黃小潔 拍的那個阿提馬的影片 他說現在他們用了一個 叫做可變壓縮比嘛 那我大概簡單講啊 因為我們也不專業啊 我的理解是這樣 以前我們在改車的時候啊 假設你自然進氣的車要改渦輪 你就要改低壓縮比 你叫降壓縮比 簡單講高壓縮比的時候呢 其實你可以比較省油 因為它壓力大 然後那個容積變小 所以你噴油就不用那麼多 你就會比較省油 高壓縮比的時候 低壓縮比的時候呢 等於是你的那個鋼體變大 所以你就必須要噴更多油 但是你會比較有力 但是比較耗油 所以它為了要達成這個技術 它用可變壓縮比 低速需要這個扭力的時候 變成低壓縮比 你需要這個省油 經濟省油的時候 它就會利用這個壓縮比來做變化 大概類似是這樣 你可以去看那個黃小潔那個影片 他們那個說得很清楚 他還拿一個引擎出來說 反正我覺得 對於我們這種理工男來講 聽到那個東西覺得還蠻屌的 以前可變氣門就很厲害 現在連壓縮比都可以變 是不是 它這個行罩上面的CC數 是不是要多少到多少 可變 對吧 沒有那是我自己腦補的 我不知道 可能差一點點而已 那個容積沒有差那麼多 不可能變那麼大吧 應該是稍微有變而已 所以我看了以後 我就覺得 它這個技術真的那麼厲害 買一台回來試試看看 剛好遇到它這個是大改款的時候 然後再來一個 它這個跟車系統 我那時候去查了一下 不是它會偵測你手有沒有握方向盤嗎 它是用電容感應的 電容式感應 電容式感應就跟觸碰螢幕類似 我們的手機的觸碰螢幕也是電容式的 可以多點的 不是 那這樣 就不能掛沙包了 它就不是重量 擦飲料罐 就不行了 不行啦 那是違規的好不好 它是用電容式去感應說 你的手有沒有正確的握在方向盤上面 來提醒你 在跟車的時候 那跟車我覺得蠻柔和的啦 而且它這次有一個蠻屌的 就是你在跟車跟車到至中的時候 它有一個叫超視距嘛 超視距是可以看到前前車 那提前幫你做預警 如果要煞車的話 那還有一個就是 它如果針上你的旁邊 是一台大車的話 它的至中會自動幫你稍微 可以閃它遠一點 我覺得這還蠻屌的 但是我目前是還沒有感受到這個效果過 但我覺得有這個功能就還蠻屌的 好它跟車屬於比較柔和的 不會急急忙忙 不過我覺得現在的系統應該 大部分都跟車都做得還蠻進步的 我那時候去查資料它還說什麼 三層防火牆隔音 三層喔 對啊它還特地強調是三層 不過的確 你如果以這樣子的一個正常運行 我們現在大概不到2000轉 1500轉左右 其實你其實完全聽不到引擎的聲音 但是我發現有一個 你前面三個玻璃是雙層對不對 聲音都從後面來 就會比較明顯有一個前後的落差 所以這台車真的是對駕駛者友善 後面的椅面又短 玻璃又草 好我油門吹比較大一點 稍微有聽到引擎聲了吧 你應該拍不到這個喔 其實它現在前面就有顯示我的時速 我定速的速度 然後我的車距 那你如果說有加上導航的話 它會跟你講轉彎的路徑 好你看它這一次經過這個坑洞 第一個聲響很小 第二個我覺得它這一次底盤的反應 比之前我們所開過的S-Trail 都來得還要直接 路感變得比之前的S-Trail還要明確 你看喔之前我常常在講 Nissan的虛位對不對 你看喔你看我方向盤喔 這次都沒有虛位 一轉就動 有沒有 之前轉到這邊都還不轉 對 我這次是真的覺得它這次的底盤 還蠻酷的 好像它有用鋁合金吧 鋁合金的前後懸吊 跟什麼 液壓秤套啦 所以它對於這個製震的效果 我覺得做得不錯 你看我們現在過這種減速的這種路面 其實你身體是不會動的 你知道你過了 但身體是沒有 沒有 不太有什麼感受的 我覺得整個底盤的感覺 比起之前 沉了不少 等等你看這次是這樣 誇張耶 差那麼多 一點點就動了喔 嗯 神奇 以前笑人家 現在不能笑 怎麼辦 他笑他什麼啦 等一下我想一下 那我想一下笑他什麼 要尿他什麼 我覺得以平常我的使用 我已經算是開車比較急的人了 我坦白衝寬 你看我那個排檔桿 我就是想排了就走 所以我那個排檔才會 覺得排半天排不好 所以我開車是屬於比較急急忙忙的人 連我這樣的急急忙忙的人 我都不需要開運動 我就覺得蠻神奇的 我們現在用一般爬就好了 我也不想用運動 我踩一點點而已 啊那我現在沒有踩到底喔 我這踩一點點而已 我現在踩到底好不好 好 喔喔喔喔 Copy 有沒有 蠻有力的 很誇張好不好 我沒有開運動喔 我現在沒有開運動喔 而且它引擎聲是小聲的 引擎聲是細的對不對 嗯 神奇了 三層 三層隔音 就是坐在這裡 我剛剛踩到底那個加速是會怕的吧 有快喔 對吧 我是覺得改款有感 外觀跟內裝 每個人感受不一樣 那我就不多說 但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 讓我最驚豔的地方 第一個 就是它的動力 第二個 就是它的隔音 比起前一代明顯有感 啊對 有 網友看到我們買這個車 傳訊息跟我講 他說他們有些車友 覺得在變速箱 在低速的時候 會有一個 那個 類似嗡嗡嗡的那種 金屬噪音 坦白說我沒有聽到 我回它是說我沒有聽到 你有聽到嗎 還沒有 他說尤其是在 15公里內滑行的時候 不然我們等一下下坡 15公里內滑行看看 我真的沒有聽到 喔它有一個系統 是那個 主動抗噪系統 有些進口車會有這樣的系統 它會在你時速快的時候 在喇叭會產生一個頻率 去抑制某些頻段的噪音 這個我是感受不到啦 就像那個驅趕老鼠的那個有沒有 那個打開我也聽不到 它就是利用某一個頻段 去趕老鼠嘛 簡單講就是這樣 就只有老鼠聽得到 對對對 所以那個 我看它的官方資料 有什麼主動降噪功能 所以我們剛剛覺得很安靜 也許有某部分 是被它的喇叭濾掉了 好 那個我覺得 我們是感受不太到 但我不覺得有那種木耳啊 有那種金屬的聲音 我們常常在試車 你如果說你的變速箱 有個聲音 我不認為我聽不出來 但是他說有一些車友有反應 然後一直叫我試 我說好試看看 可是我真的試了 好幾天我真的沒聽到 所以我等一下用低速滑行看看 後面沒車嘛 那我滑慢一點 他說十幾公里 十幾公里 應該是 他們說的應該是這個 嗡嗡嗡吧 我沒聽到 你沒聽到 看這要怎麼講啊 我們要講沒有 人家想說我們沒跟它 站在同一邊 因為今天又有下雨 我會分不清楚是 輪胎還是機械的聲音 我真的 其實我說實在 我不太確定 是我剛剛聽到的那個聲音 因為真的 蠻小聲的 不過沒關係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是我有爬文 我跟你講 這一次我要講這台車 我做功課 大家可以去看 搭這衣服前一陣子 有一部影片 是在講這個 CVT的變速箱 的結構 那有提到 我覺得他講的我可以接受 就是說這個 以前呢 你像尼桑以前的March 他用的是鋼帶傳動 新型的 ATIMA 或者是X-TRAIL 這個系統 他們是用叫做 鏈條 那鏈條就是 我講的簡單一點 鋼帶薄 比較安靜 但是呢 他有個問題 鋼帶會拉伸變形 那你就必須要去修變速箱 那鏈條的話呢 比較粗壯 但是呢 可能會有一些 鏈條運轉的聲音 但是 變速箱 會比較難用 如果有一些車主 你覺得你的車子有這個聲音 我覺得應該 是類似 易甫講的這個樣子 變速箱形式的問題 因為我真的剛剛蠻認真聽的 我是 我耳朵可能 沒有各位這麼好 因為其實我聽他們敘述 他說15公里滑行 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 如果他是一個會困擾我的 我應該會聽到才對 當然坦白說 我開了一桶油 我是沒有被這個聲音困擾到 而且我甚至連那個聲音是什麼 我都還聽不太出來 沒關係 我跟你講 一台車花了一百多萬回來 我們繼續測試 哈哈 繼續聽 試到聽到為止啊 你們如果要去試車 買這台車 你們可以試看看 我小事剛剛講的情形 就是15公里以內的一個 收油的一個滑行 看會不會聽到 變速箱有一個 類似金屬嗡嗡嗡的聲音 這樣 如果有的話 你們自己去判斷說 這個聲音會不會覺得困擾 後座的底板有一個12伏特的鋁電池 前面有一個千酸蓄電池 原本的12伏特的 有一個馬達 是在提供充電機 幫忙充電機發電的 它大概工作原理 跟其他的油電車有點不一樣 當我們重加速需要馬力的時候 那個電機會給發電機 它是給發電機 不是給輪子 給發電機做一個幫忙 還有起步的時候 它也會給發電機做一個幫忙 那當然我們收油的時候 它會給鋁電池做回充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油電的系統 所以它這一次的 我剛剛有聽到一個嗡嗡的聲音 他們講的應該是那個沒有錯 我剛剛好像收油稍微聽到一點點 你剛剛沒聽到對不對 沒有 蠻小聲 這樣蠻外面的 還是那是別人的聲音 還是歐巴巴的聲音 這是沒有啊 這個嗎 這個嗎 沒有啊 沒有齁 你還刻意把耳機拿掉聽是不是 對啊 不是啊 我的 還是我們這台沒有 好隨便 好 總結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開起來是很舒服的 我甚至 我現在 我Sport都還沒用耶 我們剛剛爬的那個山路 我們甚至連Sport都還沒有用 所以我真的不騙你啦 我開這桶油 我真的沒有動過 要把Sport打開的那個念頭 當然是這桶油 因為我又加了下一桶 所以這桶油 我就會把Sport再打開 看看當中最大的差異性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這一次的這個X-Trail 2023年的X-Trail 的一個大改款 我們的三缸1.5的油電旗艦版 最大的改變 我覺得體感非常有感的 就是它的動力 還有第二個有感的就是它的隔音 這兩個我相信 如果觀眾朋友對這個車有興趣 你們可以去試乘看看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它的油耗 我覺得油耗以這麼大一台車子 然後我這樣子的 我開車算快 這樣子的使用 讓我覺得 欸怎麼還不用加油 兩三次這樣的念頭 就是看它的油表 欸怎麼還不用加油 所以我覺得這個三個地方 讓我是最明顯有感的 欸價錢呢 它價錢到底貴不貴啊 104到122嘛 它開價蠻聰明的啦 對不對 它也沒有開市最貴 也沒有開市最便宜的嘛 哈哈哈 好不好 所以它開價也很保守啦 我不知道我現在 你要叫我去尿人家貴 我真的已經不知道怎麼尿了 現在每台車都很貴 然後再來一個 它應該要有的東西 好像應該都有給的 大家還有什麼缺的嗎 氣囊數比較少一點 它是幾個 六個 不知道我只知道比CRV少一點 因為CRV是最多的啊 對啊 所以它應該跟KUKA他們都一樣吧 你要說它特別便宜 我覺得也沒有 那我覺得價錢這部分呢 因為它這次的開價 我覺得蠻聰明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尿它的開價 對啊 然後該有的配備我們需求 有的好像 欸 甚至它是雙記憶電動椅 你說CRV也是喔 CRV應該沒有吧 CRV是電動椅 它沒有記憶對不對 嗯 所以我 當我連看它 連電動椅都雙電動椅 我是也是有一點點shock 配備 給的 我覺得算是蠻有誠意的 還有什麼可以尿 我不知道尿什麼 我只能尿這燈殼的感覺 剩燈殼而已 你看這樣超級無害的啦 但是這燈還蠻亮的其實 不是 質感問題 我現在不是要它亮 你只要它亮 倒一把 無丁在這裡不夠亮 我是說質感的問題啦 好不好 我覺得 整體上 呃 如果讓我來評比的話 我覺得是中上的車款 大家可以去試看看 整個地方的反應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是沒想到有這個結果啦 說實在的 你有料到這個結果嗎 沒有耶 跟上次Kiss很像 我覺得比Kiss還好 就所有東西又高一階的感覺 欸我剛剛還有一個沒有 啊對 我剛剛講問我為什麼買這台車對不對 還有一個 大家可以期待的 我們的盲測 好不好 這一次觀眾朋友給我們建議 我們要找哪些車款 來跟它盲測 當然以 以銷售數量高的為主啦 那個如果有一些這個 進口廠牌 歐洲廠牌我們就 因為我們比較難收集到 那麼新的歐洲廠牌 好不好 你如果說有一些同級對手 大家比較會拿來 桌對絲殺評比的車款 那請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說 我們盡量收集看看有沒有辦法 因為要收集這一次也是很困難 可是可能我也只能從你們推薦的裡面去 找到相對我們比較容易找到的車型 來跟大家做一次盲測 第二個買原因就是我要回來做盲測 所以這台車後面還會陸續的跟大家分享 請期待 那這一次的老司推車新車殺手開箱 這次沒有殺手了 沒有殺到欸 沒關係我慢慢殺 好不好 養套殺 下次見 拜拜 MING PAO 他剛剛那個嗡嗡嗡的聲音都聽不出來 還是你要叫車主來分享 請他們來 看到我老花眼 林老師 等一下 我注意一下我的螢幕形象 也可以喔 不然這樣 還是如果說有這個新款的 X-Trail的車主 如果你願意跟我們分享的話 也可以留言或來信到我們 Youtube上面的email或是粉絲專頁 來跟我們分享你開這台車的體驗 或者是如果你願意的話 來上我們節目 拍一集 直接拍一集 直接拍一個車主 說直接說 就是這個嗡嗡嗡啦 是柯文哲住在那邊是不是 嗡嗡嗡 如果有車主願意跟我們分享的話 也歡迎私訊我們的粉絲專頁 或者是寄email到我們的信箱裡面 好來這邊分享 也好像也不錯 也可以啊 不然我們都聽不出來 等一下 我又不知道要尿什麼 煩耶 意志端 講那種不找邊際的 沒有那種重磅級的 亮個燈還是什麼 卡哩卡啦卡哩卡啦之類的 也沒招回 也不招回 對 對 有沒有知道沒怎樣幹嘛招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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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這個不然這樣 如果有觀眾朋友 你對於你開這台車 你覺得你買這台車是後悔的 或是不後悔的 都歡迎你留言或是私訊我們 跟我們分享 或者是你要來錄個節目也可以 好不好 我們來做一個車主長期測試性的分享 跟家瑋哥一樣 再來我們就是年度風雲車大賞 大家投票 抽一台車 我們應該是沒辦法做到那樣 不要鬧了 那是家瑋哥耶 好啦就這樣啦好不好 車主再跟我們分享